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杨栋梓 欢迎收看《港清港楚》 骨灰坑位不够在香港说了很多年 政府正是加紧在不同地区起身的骨灰安治所 这星期沙田区议会就在一片争议声当中 通过支持在石门兴建公众的骨灰安治所 一个安治所搞了六年那么久 何时才能解决骨灰坑不够的问题 要起二十多个有选者的公共干治所要多久 今早我们请来世民及卫生局副局长 陈兆茨 起来讲清讲楚 早晨 副局长 早晨 早晨 石门的选址早几天就过了 看上去比数很大比数通过 有没有意外最后那么顺利呢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2010年开始 2013年至今年2月开始 都做很多不同的同议员 持份者的游说 咨询 听意见的工作 当然包括开会 在选址那里参观 在期间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 优化的措施 所以在初期有些问题上 我们去到今次去区议会的时候 都已经有很多优化的措施实行了 所以我们都欢迎议员的支持 到底当中的争论在哪里 为什么会拖了六年那么久呢 这个项目呢 当然一般来讲 其实是一个骨灰鸩的一个选址 其实都会附近的居民或者是持份者 都会有一些意见的 其实在区议会里面 其实都有提过 为什么要去石门呢 会不会可以有其他的选址呢 我们在过去的时间 都有尝试去探讨 五个其他的选址 是不是都可以呢 所以都是要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地去探讨 但是探讨完之后 原来都发觉是不可行 所以石门都会是唯一的选址 除了是其他选址之外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提出了的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去做一些优化的措施 例如好像交通的问题 大家如果很关心的话 其实我们都一定要做交通的评估 要看一看人流 车流 或者是春秋以制的时候 其实是否可以控制到 怎样是能够令到附近的居民的滋饶 是减到最低的 那这些我们一一都是去做好功夫的 传媒关注或者区议会特别关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特别近民居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近呢 它距离民居大概是三百多米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现在香港的八个已经有的工营的骨灰坑 其实坦白说有六个都是近过这个选址的距离的 近民居其实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般是交通 环境其实是因为那里不是一个火化墙也都不会有尸体 而我们也都会做一些环境的一些评估去令到一些环境的标准是一定达到的 当然如果市民或者居民对这方面有疑虑 我们一定会解释的 其余就是心理了 当然我们尽量在景观方面都做到有很多陆化 有很多很漂亮的设计 就是令到大家在外表看下去都不会像骨灰坑那样 还有也都是有纪念花园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也都尝试种一些好的树或者是花 令到大家对整体的环境是觉得会漂亮一点 当然除了景观我们尽量希望可以减低心理那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觉得其实如果是由小开始 因为香港始终中国人的文化可能都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 那从小开始就最好的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学校去增加一些生命教育 令到小朋友觉得生老病死其实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有什么具体的活动是可以打破这个心理的障碍的呢 其实我想除了刚才所说的生命教育 在小朋友或者其他的场合都可以加以灌输之外 当然也都有很多人的建议 就说会不会可以在骨灰安治所那里有多些活动 例如可能可以给学生去参观 又或者是会不会可以在那里搞一些生命教育的活动 展览那里的地方不是一定是要去拜祭先人才去 而是都会比较是多些人是可以去一些去那里的地方 令到这个设施是受到大家接受多些 令到大家是会接受和它共存的是吧 是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到和它共存 是的 因为香港其实这个地方是很小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那八个现有的公营骨灰坑 其实距离民居的距离都是近过现在这个的 所以共存的情况都差不多在很多其他的选址都是要有的 有些人就说关注团体见到石门这个 他们觉得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个案都可以过到 那就行了 这个时候成为我们的典范 是吧 未来还有十几个不同的选址的 你是不是预计过了石门这个之后 其他的就相对会顺利一些呢 我相信其实我们政府一定会努力去做 至于未来的其他的选址 我们都会一一去争取区议会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都会咨询持份者 亦都是收取他们的意见 那期间我们亦都是希望将他们的意见 或者是一些的建议 看看是不是可行 然后去研究怎么做 那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的决心 和有这个毅力 我相信都可以是和持份者 或者是区议会一起努力 群策群力去做好这件事 因为这个始终是全香港市民的需求 现在我们香港人口老化 就是每一年的死亡数字都有五万多 那在公营骨灰坑的公营呢 其实都是很紧张的 当然有其他的公营 例如私营啊 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等等 但是始终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大部分人的选择 那当然另一方面呢 我们就都着力推广是绿色笨状的 因为这个也是如果是多些人 可以采取绿色笨状的话呢 这个也可以减低公营骨灰坑的 公营的那个需求的问题 但是始终就是整个问题 还有另一部分就是私营骨灰坑的规管 那条条例草案呢 其实现在还放在立法会图的 目标就是今年要过 如果过不了的话 就问题更加大了 因为整个草案已经由头来过 到底现在还在争吓些什么呢 会不会有的担心就是私营骨灰坑的规管 最后会泡汤呢 现在呢我们那个私营骨灰坑的那个条例 规管的条例呢 其实是在立法会那里審议着 那都是去到最后阶段的了 那一直以来呢 其实我们因为有很多意见给了我们 那我们政府就研究过呢 都是觉得是需要有些修订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提出的修订 希望尽量是和议员解释 亦都希望争取到议员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希望在今次的立法会期 是可以完成那个审议的 但是修订会是什么呢 是否到最后就是经过同业界的拉锯之后 都是要放宽 稍为扭松一些那个规管呢 我想在这一方面呢 一方面我想可能议员或者一些持份者 都希望有多些细节性的问题呢 希望我们可以在现阶段去落实 但是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有一些细节性呢 实在呢都需要个发牌委员会呢 是去研究 然后落实的 那我们当然尽量都会和持份者 和议员解释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在有一些现存的鸡灰坑 或者是有一些卖了的鸡灰坑 在我们公布这个 会有这个条例的时间 之前卖了的 那有些就可能都会 之前我们觉得呢 是未必可以上到位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方面呢 都就是尽量是去扭松 和呢希望在这个修订里面呢 可以是就是向前再走一步 就是2014年死线前买了 但是之后上位的 未来都可以申请豁免 我想在这一个方面 如果在那个死线之前是卖了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希望他们都是可以上位 但是在那个死线之后呢 其实呢就一定是要申请法牌 跟着那个程序的 但是在审议期间 一直都有一个争议点的 就是说政府规管的力度 是不是真的不够呢 因为整个草案 就是规管施形鸡灰坑的 有一些可能是 违反了一些规划用途 有一些不合法的 好了 但是到最后又被申请豁免 是不是始终是解决不了 鸡灰坑位的问题 所以要迫于无奈 都是被申请豁免 其实到最后立法之后 那个规管不是真的规管 其实我们在那个申请豁免呢 和发牌的制度呢 其实都是很严谨的 一方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发牌委员会 那里面呢 是会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指引 也都会根据法例去做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 只不过呢 是给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呢 是有一些 其实他是想做好的 那他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呢 可能有很多的程序啊 要去做啊 那样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只是给一个机会 和一个时间呢 他们去 就是将违规的事项 是做好 如果是他想的话 那当然 如果有一些 他是完全违规 也都没有计划 去做好的话呢 其实呢 就 这个法例就会规管 嗯 但是有什么可能性 是他本身可能是违规啊 好了 那但是 没有理由赶了 里面 就是已经上了位的 鸡灰走的嘛 那怎么处理呢 到最后呢 是不是都是要必于无礼 要豁免他呢 我想在会不会豁免 或者是 他们的申请呢 一定是要看回 这个发牌委员会 那个的 审查 和呢 他提交的资料 和他真是 他能不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个才可以说的 至于你说 是不是到时会有可能 有很多 就是很多鸡灰会 就是 如果真是有违规的话 要重新安置 是的 要重新安置 这个呢 其实都 不是那么容易去估计 但是我们相信都会有 那所以呢 在我们来说呢 其实我们都已经增加了 我们一些暂存的服务 去令到如果将来 真是有这些情况底下呢 其实可能呢 就会 需要多些暂存 那我们 食环署呢 都有提供的 嗯 有时一会儿 转过 转过来就转过话题 讲讲器官捐赠的问题 好的 下次见 欢迎回来讲讲讲座 今次嘉宾是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 陈兆史 上次讲完骨灰痕了 这次讲讲另一个 你都在做的另一个项目 就是器官捐赠了 四月底就开了第一次 一个专责小组的会 那谈完第一次会之后 有没有什么大方向 扔出来 到底怎样推广器官捐赠呢 我们四月底是开了一个会议 那是第一次的会议来的 那我们的委员呢 其实都有医护界 也都有商界 和教育界等等 也都有社区的团体 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都觉得 大家都认同 其实器官捐赠的那个推广 是应该要做多些工作 虽然现在卫生署 都在做不少的工作 因为看不同的香港的调查 我们卫生署有做 其他团体都有做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器官捐赠 但是因为卫生署 它都有一个器官捐赠的 就是中央登记明冊的 但是在那个明冊上面 现在我们的数字 大概是20万人登记了 就未必完全能够显示 是有这么多人支持 所以我们都觉得 我们的工作的重点 都是要向推广那方面 做多些功夫 希望多些人能够 上网去签这个明冊 即不是那些人心理上不肯 而是纯粹可能是懒 没有的心肝去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是更加 应该铺天盖地地宣传呢 即譬如我们现在 虽然常说宣传器官捐赠 但譬如去医院去看医生 不觉得真的很多很多的海布 贴杀出来 譬如打流感针 那间间医务所都会有 是吧 那这个器官捐赠去不到 这个程度呢 正正就是我们虽然有宣传 但可能的力度是需要调教得高些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都打算希望可以铺天盖地 去做多一些宣传 而这些宣传不只是单向 我们希望真的可以进入屋 所以我们今次我们的委员会 其实都有很多地区的团体 有些不同的持份者 甚至有病人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地区那里发力 令到我们有的宣传 是可以再去到多些人的手里面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你理解应该就是说 其实只要将那份表送到他 因为有九成人的支持 只要那份表送到他面前 其实他就会填的了 是吧 我们希望一方面填表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样可以上网 例如我们有QR Code 可以去到那个网直接的位置 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宣传活动 希望可以令大家在一些媒体那里 可以上网 一些Facebook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App 这一方面其实都是我们一些探讨的方向 那当然我想人与人就是重要的 也都如果在一个中长期的方向 其实我想是公众教育 或者是由小开始 令到小朋友 学生 年轻人 都对器官捐赠这一样东西 是接受都重要的 看数字的话 其实近这一年半载 数字都在升 是 你怎样看这一年半载的变化 就是那个关键因素在哪里 其实器官捐赠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大家 拉到器官移植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例如我们医管局 都有很多不同的人士 是等待一些器官被接受移植的 在这个过程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比较感人的故事 很多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市民大众都对这些感人的故事 是作出反应 例如有一些故事出了来 其实大家就觉得 我都是要上网去做这件事 但是当平时的时候 大家就可能未必完全是这么热切去做了 所以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的推广 是需要聚焦的地方 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的问题 宣传有一个问题 大家关注的委员会 会不会谈立法的问题 可不可以强制 或者甚至是外国的一些叫做自愿退出 就是说你不登记退出的话 就当你回捐了 这个会不会都是委员会 未来要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们现在在现阶段 其实委员会主要是做一些推广的工作 和一些不同的方法去推广 怎样是会做到最好 当然委员会也有谈过短期的目标 中长期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至于是立法 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也都很多人给了一些不同的建议 怎样能够令到多些人去器官捐赠呢 就是这样的 那这里立法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其实现在在准备一个调查 希望去了解一下香港市民的议员 他们对于器官捐赠的看法 和他们觉得什么方法 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接受 如果我们做完这个调查之后 得到市民的意见 我们下一步是会再自己在内部会研究 和一些专业的人士 然后去看一看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如果听你刚才一开始说的数字 九成人其实都支持的 其实他们不捐赠很大程度 是纯粹因为动机可能不够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立法用外国那种方式 你不去登记退出的话 就当你捐赠的了 其实抗拒应该不大 最初政府的说法就是担心什么呢 就是担心中国人的心理因素 就是不喜欢做这一件事 很抗拒 不可以硬来 但如果真的九成人都支持的时候 其实真的立法的反响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可能不是这么大 我们其实现在都不能够估计 那个反响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会即将推出一个调查研究 去拿出一些数据 令到我们去支持我们做 或者不做这一件事的理据是更加大 我们有了这个数据和一个资料之后 我们也都会自己再去研究 然后看一看下一步 我们是不是立法还是不立法 但是我想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都希望是继续做其他的工作的 因为一方面推广是重要的 如果有多些人能够去签 卫生署这个器官捐赠的登记明册呢 也都是显示到更加清楚是大家的意愿 所以我们不会停其他的方法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一个比较积极些 能够接触到市民的一些推广方法 我们会去尝试多些的 因为既然现在大家对于器官捐赠 这一件事的支持度似乎都有 或者是不介意 所以我们就是说 是不是要积极地去做好这件事呢 可能大家是不介意 不过没有去有些行动 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去有些行动 但那个调查数据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我想调查的数据第一就是 就是可能看一看大家对这个 就是自愿推出这个方法 或者是我们去立法这一件事 大家觉得是否接受呢 第二就是说他们 我们是否支持器官捐赠呢 如果支持的话当然好 如果不支持的话 其实是为什么呢 这个也都令到我们是能够聚焦点 这样去做我们的推广工作 其中一件事呢 我们在之前的调查发现就是说 和家人去传达你有器官 就是你想做器官捐赠的一个讯息 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方面可能大家都不介意或者是支持 但是呢 当你没有跟家人说家人不知道的话呢 当过了身呢 其实家人又未必可以和那个死者去决定 捐不捐他的器官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都提倡希望大家如果有意思 或者是支持这一件事的话呢 一定和你家人去表达这个意愿 好 谢谢你上人说先说错 说先说错 明天再见